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 请翻开讲义第一页 我们先供修 把握时间 供修完了以后还要静坐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讲 我还要回答问题 请合掌 念完三称佛菩萨以后呢 就可以放掌 那母花也回上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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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敏的主主不 撒一秒眼应共称 祢 打神智会深入 還能与一切忠实忠品等大悲同意 一知同愿不久 忠忠忠孤难 皆小灭菩萨醉深深度 礼凡夫大地不畏 难有能干解与大海 临大山往前震动 神者菩萨大明文 好悦大悲观自在 愿和我已为劣志 于人生的难存在 我问神者足够 无端无尽大悲门 是法其清静心 神我智慧变在地 我尽处于大众会以大用 观察尘阳散叹 三妙庄严 恭敬至尘 无邪卷 凡王举 凡王举 凡忠音笔一切 诸凡王举 凡王举 凡王举 去去去处逐 光大不停 为无力竭佛 天真中中花满 一言实定上 真净妙包 观光明镜描过 诸天为德子 朝时主愿光 装碧柳绕绕 外乡民如今灭论 顶强风起若须弥断言者 浊入主言 尽调色眉妙弦树身相方国 明依你流脾座下 群难临界 这声欢喜渺身种种 装眼相众宝所及如沙 望腰吹上妙情记 一如云不显无边色 珍珠三道未角落 犹如世主妙眼神 横方尽广不昭明一如 浪日悠空皆神 今妙若若今山 犹如斩破家火 举一白影落为掩饰 如白龙王环绕身 施主手指苗莫莫 测入上妙阵 毕流离宝 以为今大刺 灵影开发出国天人之所有 不方光明有日轮 险险如灾妙高山 想起不寻于一切 欲珠归不夺灯 黑色最强几世子 赤火独海 彼此心机与众 众主为难 众故习乎说 一切恐怖义乎 施主意为大悲 心平淡 酒批 众生意为大悲 神泪妙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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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静色重振身一二者 诸天忠忠丧 妙宫仙宫仓 但人共得那一尊能发清净 义速离一切又不幸 眷属快乐共欢愉 一切妙国皆圆满 大龙王诸子狗 几语举诸诸龙 长举妙之大鸟王 伯作伤仓守住 或有众生如大 与风孤狼如雪山 若朝末皆与来吞 几红不惊慌 破于醉香而奔出 忠忠恶难之足 禅之心一念大悲 最准如时宜 皆无有不大事 善望有东窟 几窟有身几个位 有凡望法所几身重重 喜福头与避避避 入苦闹中 等止心一念大悲 尊家所解脱 不消除一切又有安逸了 大悲 清静守舍去一念 主众生 领域一切 难中活得无有 安逸了我尽增长 人天主最深为的大谢 望三渡一掌 敬笑处复之 不愿如大海 调伏众生无心 离乐宾等无愿情 愿与菩萨妙 尽善一切舍 不解尘旧不予是法 主是天心灭 众生邪见心 树火如来无上 神不愿着 神仙正德 那么大悲 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大悲 观世音菩萨 那善谱 潜谎 美大善谱 敬 mete hull 也斗他 潜度也斗地 也斗美你的太 美你的太 潜溫nom 蓬 善谱 善谱 怪噜 你不愿着 我们 ở身上 谱 善谱 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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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关灯 请关中间的灯 谢谢 好 今天讲经之前 要带大家静坐 静坐的方法 请注意听 坐的时候背挺直 身体放松 然后手请你这样两手 不管是左手在上 或右手在上都可以 你自己习惯 两个手叠起来像禅定印 放在你肚脐的前面 观想两手捧着白色的水晶球 然后白色的水晶球是透明的 身体也是透明的 像360度这样放光 你心中可以不用念佛 也不用念咒 就是把你的念头很专注的观想 放在手盆上的水晶球 这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会把你的心定下来 第二有些的众生 永远生活在恐惧跟不安当中 尤其常常会幻想很多黑暗跟恐惧不安 这样的禅观会去掉你心中的黑暗 恐惧与不安 当然你也不要去期望你会见到什么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如梦幻泡影 虽然有些东西是你的心所显现 但是你不要想 哎呀 待会我捧着这么庄严的水晶球 会不会观世音菩萨出现了 出现就出现吧 没有出现也没有关系 所以你不要有心 有期盼的心 主要的是要把你的心 也安住在你的念头上 然后注意在水晶球 好 如实静坐几分钟 请开始 眼睛不要闭起来 我发现有很多老菩萨 来的庄堂 佛堂非常的庄严 可虔诚 可能是年纪的关系 一入定的时候 就睡得特别好 不要 眼睛打开来 待会你睡着了 被人家扛走了都不知道 副法居士会把你扛出去的 这是开玩笑的 所以 放松 不要紧张 好 静坐几分钟 看着自己的念头 注意在手掌上的白色水晶球 你可以放光 放清亮 有放多大就放多大 念头跑掉了 再回来 OK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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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请看幻灯片 继续昨天 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转心自思维 我讲了一半 昨天讲要思维 人生很难得 第二个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面对死亡与无常 昨天也跟各位分享了大乘 我自己修的无常观 就是观想自己坐在海边 然后呢 看到一波一波 连续不断的海浪 今天介绍第三个 夜报因果 那你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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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学过这么久了 难道我会不懂因果吗 答案是 有时候你懂 有时候啊 头脑糊里糊涂的时候 是不太懂的 还有呢 看到别人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会相信因果 可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就不相信因果 就有一百个 一千个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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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幻灯片 夜历是组成因果关系的元素 因果简单的讲 是这样讲 原整 完整的讲 应该讲 因缘果报 这样子 也就是我们过去是 现在或未来的行为 所引发的结果 那引发的结果 就会导致于你现在 及未来的经历 举个例子 大家都常常听过一首记字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若问来世果 现世作者是 假如你想要知道 你过去世是什么 那就看你今生 从出生到现在 你就遇到了什么样的各种人事物状况 那你就知道你自己大概如何 前世修的因缘 前世修的因缘就像上游的河流流到中游 中游流到下游 它是连续不断的 我们讲心的念头像河流一样 叫做自心相续 这是佛法专有名词 尤其在广论里特别 特别讲到心相续 心就是刹那刺那之间 就像水的河流一样 连续不断的 所以你今生会大富大贵 其实是过去你不失而得来的 你今生像好庄严 也是你过去是香花灯果族共佛 而修忍辱的功德 而你今生智慧很聪明 很有智慧 也是过去是修来的 下半段寄送 若问来世果 现世作者是 那就要问 你将来希望怎么样 你将来希望升天 那你就要持戒 修禅定 做广大的布施 将来你就会升到天上 做大奋天王 对不对 你将来想要再来继续投胎做人间 那你就要严守五戒十善 不小心内有烦恼 外有恶缘升起了 那就要忏悔 假如你这一生继续呢 反正天不怕地不怕 对不对 你都偷偷摸摸的 做了很多伤天害理 伤害自己 有伤害众生的事 那将来呢 那你就会到三图一报 五千节 万岁万岁万万岁 所以不会呢 没有因果而投胎 作为狗跟猫的 所以 真正的事实的真理是什么呢 释迦莫尼佛来了这个地球 告诉你因缘果报的法则 注意听 因缘果报有身也有钱 事实上因果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只有佛菩萨能够究竟明了 所以因果业报就像业力的网子一样 它是无量无边的 而讲到比较深的话 应该要讲缘起信空的因缘果报 可是呢 在这个主题里 我暂时不要讲 因为讲得太深呢 你到时候会有疑惑 到底是有因果还是没因果 答案是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一定有因果存在 只是有初中系的差别 好 所以 那我们遇到 所以天底下 一切的苦跟乐啊 都不能离开因果 你今天会中马票啊 其实也是有因果的 过去是布施的缘 因 然后呢 你今生中马票的缘 然后呢 你就恭喜你中马票了 有些人一辈子呢 就是常常会中 有些人呢 一辈子就不会中 像师父呢 我是从来不马票的 因为我没有那个福报 我不会去买的 我宁愿把那个钱呢 拿去布施做功德 救济众生 比较有实在的利益 所以 再看下面 了解业力时 我们就会明白 如何去创造 快乐的因缘条件 叫广积善行 以及灭除痛苦的因缘条件 避免恶行 其实快乐跟痛苦啊 都在我们的眼前 但是有时候我们 不太接受 也不太察觉 举一个例子 你说因缘果 昨天熬夜呢 今天火气很大 那待会就要去呢 买凉茶 这就是因缘果啊 有时候昨天熬夜呢 今天晚上呢 起来以后睡得不好 第二天呢 脾气就很不好啊 那你说 谁让你发脾气的呢 是你自找的 没有人害你呢 半夜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有些年轻人呢 半夜都还要上网啊 对不对 还有SMS啊 还有Internet啊 网卡的啊 对不对 对啊 睡眠不从主 你第二天精神一定不好的 这是粗的 好 现在只有讲深一点 注意听 可是我们凡夫呢 有不同的见解 就像楼房一样 对不对 有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凡夫跟圣人 阿罗汉的见解 是不一样的 圣人 阿罗汉 跟菩萨的见解 也不同 菩萨的见解 跟佛的见解 也不同 所以 见解不同啊 你做出来的行为 就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知道新加坡 虽然是管理得很好 我不知道新加坡 在座有没有喜欢钓鱼的人 请举手 没有学佛之前 你有钓鱼的请举手 各位真的这么乖啊 确定吗 好 那没关系 那我就举 还是举钓鱼例子 举个例子 像我们台湾 过年的时候 连续七八天放假 很多人过年呢 除了就是跟包红包 见家人之外 有时候三五五十 好朋友就会去 享受一下 休闲或娱乐 那在海边里 你就会看到呢 三五的老朋友呢 就是抽根烟 然后嚼个槟榔 喝个酒 然后就钓鱼 钓鱼他很快乐 他就钓鱼嘛 古文有句话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你看钓鱼的时候 其实他很快乐 他不认为他不快乐 你说他不快乐吗 他非常快乐 可是你说他做善事嘛 答案没有 在他的眼光里面 钓鱼没有什么啊 我就是找我朋友啦 工作这么辛苦 一年呢 才去呢 一次啊 我们很开心啊 所以钓鱼对他来讲 是很快乐的 这是他的见解 可是假如一个佛弟子 走过去看的话 看到人家钓鱼 就会想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在杀身啊 是不是呢 请问 假如你现在 我们呢 人都通常被一个很大很大的鱼缸装住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要钓我们 你愿意被钓吗 答案呢 大家都想跑第一的 所以将心比心的话 你就知道 在世间人认为钓鱼是享受 可是啊 在佛法的角度来讲 钓鱼是伤害众生的 所以见解不同 所以他有得到不同的因果 那钓鱼的话 你常会得到呢 虽然是娱乐 然后呢 你会得到短命跟多病的果报 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切的苦跟乐啊 都一定呢 不会离开因果的 你今天有这个 福报 很舒舒服服的找到工作 其实也是你过去的福报 精神也要努力 那有些人呢 怎么样找不到工作 其实有很多原因 其实也一个条件 是你没有福报 所以因缘果报是不一样的 有人就有出家的福报 有人呢 想要出家 障碍就很多 有些人在家很苦 但是也有人在家 也是很和乐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你看从我们佛弟子的角度 去看这个人 他钓鱼 其实他是很愚痴的 虽然他会觉得很愉快 很悠闲 他跟朋友聚在一起 但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他浪费了时间 虽然他觉得很快乐 那个快乐也是短暂的 不要说来生 可能精神 他就会有各种病痛的苦果 所以同样的你观想 大悲观睡音菩萨 看我们众生 他的想法也跟我们不一样的 其实你动什么念头 他也知道的 你我们动的念头里面呢 有善的念头 也有恶的念头 所以我们会感到我们的人生有苦也有乐 昨天很多联友留了回答的问题 有些有跟经文相关 我就相互回答 不用等到最后 他就有一个联友就问我说 师父 请问人生为什么这么苦呢 做人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会苦 答案是 深呼吸 你自造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有善业跟恶业来投胎 比如说 你想要找到好工作 有求不能满你的愿 那表示你很苦 所以八苦里面叫求不得苦 第二个 你不喜欢的人不是冤家不巨头 在公司行号呢 很讨厌啊 同事呢 最讨厌的呢 就坐在你面前 那你也很苦啊 对不对 那你说我跟他没有缘 错 你跟他太有缘了 生生世世都黏在一起的 不然你不会坐在同一个办公室的 有一天你说修道有神通的时候 你看到你过去 你说 哎呀 原来我的关系是这么亲密啊 所以善缘跟恶缘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今生会觉得很苦 是因为你的夜跟烦恼很多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我去了世界十九个国家 我见过很多人 其实有很多人呢 他没有学佛 他也很有快乐 举个例子 身心灵 每一个人要房屋 要工作 我就有很多朋友是其他宗教的 他是艺术家 文学家 音乐家 他的心非常非常的好 他做慈善事业布施呢 那一拨款呢 都是好几百万的 他非常有钱 那他对人也很好 可是呢 他不要宗教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 宗教对我来讲太复杂了 我心已经够好了 他说你佛法不想自作自受吗 那我就靠我自己就好 我说没有错 你的心真的很好 但是你不会永远的好 你的心也会变的 轮回福报也是会用尽的 所以我也见过很多人 他的确生活很快乐 福报很好 想要做什么就去全世界旅行 所以人生还是有快乐 快乐也要自己去努力 而且修来的 我也见过很多佛化家庭 先生太太小孩 真的都是全家都是佛化家庭 小孩子呢 非常的相貌端庄 品德很好 又有聪明的智慧 然后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不快乐吗 其实他是修来的 他也很快乐 对不对 所以天底下有很多事情 你是不能控制的 举一个例子 谁不能控制呢 谁来你家投胎 你就没办法控制 真的 对不对 你要修到观世音菩萨 跟地藏王菩萨 来你家投胎的话 那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福报 所以谁来投胎 你没办法判断 就算你是富贵的人 你投胎以后 你的孩子有很多的病痛 甚至遇到灾难 你也觉得会很苦 因为你没有办法帮他解决他的业 所以人生回答你 为什么会觉得这么苦 其实是你的业跟烦恼 跟无量节的善业跟恶业 混合在一起 所以你的人生这样子 有些人的身体就很健康 有人身体就病痛很多 一辈子的钱呢 都在吃药 所以这是你的业 所以要羞耻 接下来你说 做人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要看你 假如你问师父的话 我觉得做人呢 最大的意义是 你能够去帮助别人 因为刚开始你从出生 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 你满脑子所想的 都是想到自己 告诉各位丑陋的经验 我没有出家之前 我也是想到自己 师父没有出家之前 我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脾气不太好 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但是我要求也很高 有时候也会得理不饶人 对不对 可是还是苦苦恼恼的 为什么呢 生从何来不知道 死要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反正有一天过一天 我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教很认真教书 可是老师说 我内心不太快乐 真的 烦恼很多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佛法 讲十二的姻缘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的时候 我放声大哭 然后我才知道 哦原来我是这样投胎的 原来我知道 人这样走的时候 要去哪里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要学佛法 因为呢 让我看到 生跟死的两扇门 世间的教育 包含新加坡 我没有批评的意思 我这几天当老师 世间所有的教育 大部分只是教你知识 能力跟技术而已 现在的教育 也不教品德 也不教做人 现代人都比什么 年轻人比一比 哎呀你酷啊 我也酷啊 我有mobile phone啊 你也有mobile phone 明天他是ipod 他也ipod 对不对 然后他穿的都是名牌 然后你穿的呢 都是很高级的衣服 吃的都很享受 然后呢 一会放假回来就 How about your weekend Fantastic 太棒了 我们比的什么 都是比外在 都是比看得到的享受 我没有说不好 因为人总是要有快乐 physically mentally 跟active spiritually physically 身体上你要吃 喝玩乐 让你快乐 mentally 你需要朋友 友情 爱情跟亲情 滋润你的心灵 没错 心灵上呢 其实有很多人 是不相信道德 也不相信良心 更不会相信佛法 他也觉得反正我不信佛 佛也管不了我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拿一些东西来绑住自己 然后呢 这样子的人呢 其实他并不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造了很多恶业以后 他他心是被蒙蔽的 所以现代的人呢 更加比 不会比什么 比品德 不会比道德 不会比气质 不会比人生有没有崇高的理想 现在的人都是嘛 比名牌 哎呦 你那个皮包太好了 我这个名包 明天要再买一个 比你更大一点的 对不对 所以可见 我们人类啊 真的花了太多的心力 都在发展物质 我没有说物质不好 因为我们总希望呢 有天灾地震跟人祸的时候 我们住的比较安全一点 很好 可是我们花了太多的生命呢 都只在发展物质 却忽略了心灵 精神 还有佛法的羞耻 因为 佛法讲了一句真话 万般带不去啊 只有夜随身 你所有的东西啊 就算你当啊 贵为帝王 文武百官 你有太多的珠宝 乃是钻戒的了 这个项链啊 死的时候 你真的什么都带不走 但是很奇怪啊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这个话 他就说 哎呀没关系嘛 我还没往生吗 那珠宝还是带一带嘛 舒服一下 可是你不知道你带多了 你的心中就会很强烈的执着 那个强烈的执着心啊 就会让你去投胎 贪心重了 就会病入变成恶鬼道的众生 所以我们最难放下的是什么 自己的家人 情职 还有你执着的留恋的东西 人事物 所以佛法你要了解 因缘果报的话 那你就会真正知道啊 坏事啊 跟坏的念头 绝对不可以做 这不是人家强迫你 而是做了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你今天 好 为了在商场上 对不对 赚了钱 用不择手段的把对方毁掉了 你赚了很多钱 我告诉你 过几年以后 你就会被另外一家银行 或是对不对 另外一家跟你竞争的商店啊 用同样的方法也把你毁掉了 这就是因果报应啊 所以因果是三世一切诸佛啊 都不能改变的宇宙真理 它可以从原上改 什么叫原上改呢 简单的说 就是老师教学生 一样教同一堂的英文课 回去告诉你要读书 下礼拜我们要考试 认真念的学生就考一百分 不认真的就考零分 老师是平等心啊 他一样在课堂上教啊 同样的 所以你要考试通过不通过 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同样大背观音法门 虽然观音菩萨可以互念你 可是因果呢 还是要自作自受的 后面我还会详细讲 所以你要深信因果 比较重要 那现在还有一个脸友就问我说 师父我没有害人之心 那为什么会起恶念呢 那是因为你过去的习性 过性 无量节的习性 虽然你会觉得 我害人之心不可以哦 可是我看到这个人呢 就会想杀他的念头 那表示呢 你过去跟这个人有恶缘 没关系 你要学着控制自己的念头 第二个问题 请问 已婚的有夫之妇 搞婚外情 请问会不会感召到地狱的果报 天哪 一个男人你还不够嘛 一个男人还不能满足你嘛 你还要这么多个嘛 是不是呢 当然师父没有讲很重的话 让你觉得 disappointed 非常的沮丧失望 明天就不来佛堂 不过我要告诉你真话 将来你会很苦 现在也会很苦 为什么 因为你既然是已经有夫之妇 你就应该尽责任 所以佛 在伦理道德的讲 其实严守 一夫一妻制 是有道理的 你真心对你的partner 很专注地关爱他 你既然把生命交付给他 你就应该体谅他 真诚 而且要坦白 那你会觉得搞婚外情 难道你会觉得一个不满足吗 我可以告诉你 你会搞一次婚外情 我告诉你就会有两次 一不错 就会步步都会错 所以你要控制自己 要忏悔 求观世音菩萨 控制你贪嗔痴的念头 补门评也讲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多于称慧 多于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就翻成南无观世音菩萨 或观音菩萨 或念六字大明咒 你会搞婚外情 第一个你觉得心中孤单跟寂寞 第二 没事呢 你就喜欢制造一些 诱惑别人的缘 让别人来诱惑你 所以福弟子 希望夏天虽然很热 但是不要穿得太凉快 免得你长得很危险 你本来就很危险了 你还穿得更危险 是不是呢 对不对 那遇到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救你 你遇到黑手党 或是人家拿枪对你 你就念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观世音菩萨来救你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 那当然我们也不可以 造占别人的这个便宜的因 有些人会用权势地位 甚至不择手段欺负很多的用人 尤其是女用人 这样也不好 在新加坡 我也知道你用了很多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用人 当了用人 虽然他服务你 但是你给他薪水 但是你真的要把他当家人一样 像兄弟姐妹一样照顾他 所以搞婚外情的话 假如呢 你受了五戒的话 你的果报会更苦 那你会说 师父那我就不受戒呢 不受戒还是会做地狱苦的 后面我还会讲 好 所以因缘果报 常常要警惕在心 凡夫不会没有恶念 善念升起的时候 你要勇猛精进 恶念升起的时候 要有惭愧心 忏悔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念佛 念经念咒 乃至于修止观 乃至念六字大明咒 学着控制自己的心 心是最难调伏的 好 接下来在 当你知道轮回的过患 请看下面 轮回就是表示 我们呢 在天上住过 也在人间住过 我们也在地狱恶鬼受苦过 可是我们却忘记了 轮回 叫Samsara 范文 英文 The circle of the life 就像六个轮子一样 其实佛教讲的不止六度空间 六度空间只是 释迦牟尼佛要讲经归纳而说 事实上佛教里面呢 有无量无边的空间 举一个例子 人也有很多种 有些是王公贵族 有些是富贵人家 有些是普通的老百姓 有些是非常贫穷的人 有些是奴隶 有些是用人 其实每一个人的福报也是不同 那轮回里面呢 是苦的教法 指导我们轮回六道本具的各种痛苦 你了解了苦的本质啊 你才会想要出离 出离就是说 从轮回的轮子里面呢 跑出来 当然我们讲 轮回中出离也有深浅 出的来讲 从六道轮回出离 先从三恶道 不要在地狱恶鬼受苦 先到三善道修学佛法 三善道里面呢 再升到天上 见到弥勒菩萨 或者在天上或人间 去他方净土 那你就能够出轮回 而真正的轮回是什么 你心念的轮回 你要从你烦恼当中啊 得到解脱 这个才是真正出轮回 所以出离心 也有很多很多方法 也有很多很多的层次 我没办法详细讲啊 时间有限 所以苦极灭道 一切诸佛是以苦作为老师 那轮回是苦的教法 所以同时也指出呢 脱离六道的方法 第一个 你要控制你自己的念头 第二要舍弃食不善业 大家知道 深口意 奉行食善业道 这样的修持 你就可以慢慢帮助你达到呢 心安而理得 我们中国常说一句话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啊 平常你没有做亏心事啊 半夜有人敲门啊 你是不会害怕的 假如呢 你是放高利贷 又赌博 又陷害呢 自己的兄弟姐妹 或亲朋好友 就是为了得到财产的话 那半夜呢 你是常常会被吓醒的 就算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啊 就算你可以逃过世间的法律啊 你逃不过自己的良心 良心就是你自己 业力的显现 那你自然就会像磁铁一样 吸引你到你哪里去投胎 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 有时候看到人间很快乐 你要想一下 快乐是什么 每天吃喝玩乐 对不对 很快乐没有错 来听经也很辛苦 要诵经 打坐还要唱 还要拜 然后呢 打坐呢 脚还会要痛 那你想 为什么我要受这些苦呢 因为这些苦是有意义的 世间的快乐 只是像肥皂泡一样 看起来很美 可是你去摸它 啵 简直就破掉 举个例子 年轻人都爱跳舞 night club 对不对 你就去跳吧 跳一天 两天 三天 哎呦 腰就扭到了 是不是 你就有副作用啊 你腰扭到了 你就要看医生啊 对不对 本来呢 去night club 跳舞应该很开心的 结果呢 你呢 腰扭到了 你就要花钱了 喝了酒呢 就发生了冲突 就跟朋友打架了 那别人就来找你麻烦了 所以你说 这些苦谁找的 你自己找来的啊 你不要去那个地方 就好了嘛 所以佛教徒 有时候要有勇气呢 跟别人说 I'm sorry I cannot join with you because it's not proper for me 就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 因为呢 这个对我不适合 你要有勇气跟人家讲 为什么 注意听 因为他想去轮回 你可不要继续轮回 他不想出离 他不想得到解脱 你想出离 你想得到解脱 他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想去极乐净土啊 所以你要坚持自己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 粮食益友跟好环境也很重要 所以联友之间也应该相互鼓励一下 人呢 都会碰到困难的 举一个例子 业力的显现不同 这是我常常喜欢举的例 看 一杯水 为心所变 为事所现 一杯水 在天人看到是甘露 在我们人间 就看到了 就是一杯水 可是在畜生 举一个鱼 鱼来说 鱼啊 水就是它的家 比如说 对不对 像新加坡 大海里面的鱼啊 海水就是它家 它非常的自在 可是呢 它离开了水 它就无法生存 它来陆地 它就没办法呼吸了 所以它还是有局限的 可是同样的一杯水 恶鬼会看到呢 是非常呢 污垢的浓血 而且很恶臭的 有味道的浓血 所以为什么说 在放蒙山石时 太阳下山以后 主法者跟所有的联络 就不要喝水 理由就是这样 因为你喝水的时候 幽冥界众生 以念咒的时候 他看到大殿 全部是污垢的浓血 他会不敢进来的 这是真的 以前我在石头山呢 就很严格的放 蒙山石石的时候 有些东西 该坚持的就坚持 你不要说 哎 没关系 喝一口 你喝一口以后 你就喝到全部的呢 幽冥界众生 就喝到你嘴巴里去了 地狱的众生 看到是什么 是像锅里面 煮啊 滚烫的热水一样 所以 假如 有些学佛的人呢 连有吃素很好 如果没有学佛之前呢 可能有人喜欢吃 炸螃蟹啊 炸鱼啊 其实那你就会将来 掉到火烧地狱 因为它就像滚烫的热水一样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烫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家里 洗澡 冲凉 用热水 不小心开关 开错的时候 哎呀 水烫到了 或煮开水的时候呢 拿这个水壶 不小心被水烫到 水烫到都很痛 那你想想看 你用热水 烫众生 那不是更痛更痛吗 所以常常要有同理心 佛教的大悲心里面 先要从同理心开始去修 你不喜欢的痛苦 你就不要加在别人的身上 你喜欢的快乐 希望你常常跟别人分享 所以举一杯水 你就可以看到 夜不同 所显现的 就看到了就是不一样 所以真正的修行 要从内心里 去转你的夜 你的夜转了 你的心才会清理 清凉 好 所以你看 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都很清净 因为往生的人呢 都是呢 持民念佛的 一心不乱而去的 就算没有办法 做到一心不乱 起码做到细念不乱 你的心都是以 虔诚的信愿心 求生极乐净土了 所以极乐净土 为什么会有 七宝池 八宫得水 通通都很清净呢 因为他们是 多生多结修来的 戒定慧的功德 好 既然我们讲观音法门 再看一张这张照片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观音菩萨就 光中化现六道的众生 我昨天有说过 要师佛 有要师十二大院 阿弥陀佛 有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 在弘一大师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法门并不冲突 一个管你的现世 一个管你的来生 而观音菩萨呢 专门度六道的众生 地狱恶鬼畜生 六道的众生 只要肯念 Om Ma Ni Ben Mi Ho 或观音的圣号 或一佛名 一菩萨名 或一记一句 观音菩萨都会互念你 在这里注意看 观音菩萨看图片 化身左上角 观音菩萨本身是过去 已经成佛 叫正法名如来 道价慈航 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化为佛身 仆妹面讲 因以合身 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畏说法 在大圣庄园保王经 后面也有祭送 过一两天会讲到 观音菩萨也能够呢 献佛身来度你 因为观音菩萨已经成佛 所以观音菩萨可以献 阿弥陀佛身 他也可以献 其他佛的身 来度你的 可见六道的众生 是非常的苦 六道的众生 从哪里来呢 是因为从他的夜来 所以昨天呢 复习一下 续分里面分十段 对不对 这个前塔婆王叫做 甘塔瓦 甘塔瓦 然后锦纳罗 梵文叫 那各位呢 我在这边 提醒各位一下 我忘了说一桩饰 在你第一天拿到的 普贤行愿品 日修仪轨 没关系不用急 最后一页 有一个大乘庄严宝王金的 全部英文翻译 我非常高兴 第一次的时候 我比较忙 我找了很久 最后终于被我找到 也就是说 如果有在座是 Young Generation 或年轻人 你喜欢看英文 大乘庄严宝王金的英文本 在这个日修捡轨的 最后一页 十八页 最后一段 附录二 师傅已经附上了 有一个网站叫 Mahayana Buddhist Sudras In English 这个网站里 你会找到 大乘庄严宝王金的 全部英文本 希望你可以download 你也可以念 所以这里面呢 对这些佛菩萨 他就会用一些英文 跟梵文 紧纳罗王 叫Kinarga Kings 接下来再看 第六七八到第九 就是有天女 还有龙王女 还有前踏婆女 跟紧纳罗女 所以可见 注意听 观音法门 适合很多女众修学 为什么 因为女众身心比较苦 在这里不要跟师傅辩论 南传 北传 藏传 对男女的解释不同 的确 南传可能会说 男众修得比较好 有人就很不服气 男众呢 女众少修五百年 就不要去辩 可是在大乘 注意听 男女是平等的 法华经 龙女 转身都能成佛 所以大乘 男女是平等的 那男众呢 一般来说呢 脾气比较不好 智慧比较高 固执心也比较重 女众呢 事实上比较细心 比较有耐性 也比较慈悲 所以女众呢 身心上呢 也比较苦 因为女众要负责生娃娃 生孩子 然后女众呢 因为比较细心 老实说 女众呢 情职也比较深 嫉妒心也比较强 可是最后倒数 你事实的真相 轮回里面 每个人都当过男众 也当过女众 所以你也不用真了 金刚圈里面 注意听 女众呢 比男众呢 会修得更快 因为女众代表 般若般若利的佛母 所以在金刚圈里面呢 刚好跟男传是反过来 女众呢 使为上手 那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 他度的眷属里面 你会看到 十类的无量眷属里面 有一半全部都是女众 代表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 专门救度女生 就像西藏的度母一样 度母发愿 深深适适 以女众生 广度众生 那至于观音菩萨 本身是男的跟女的呢 我在part one 已经问过你 我就不用在这边问了 他呢 不是男众像 也不是女众像 观音菩萨是圣者像 他是空性的 接下来 请翻开经文 好 请大家一起打开 看三十一页第十二行 几时 无量眷属集会 富有百千的乌波所加 乌波斯加一来集会 其实这个呢 叫upatesha 就是在家的 幽婆色跟幽婆仪 翻译的名词不同 以及无量的 在家出家的 无量的百千万众 最后 看下面一道 意见外道 你前他等 这个请做一个记号 佛在讲经的时候 外道也说法 也会来听闻佛法 尤其释迦牟尼佛 很多的十大弟子里面 有以前是外道的首领 所以注意听 佛法也会度外道的众生 所谓的外道是指 他本身有佛性 只是他现在运不到 好的老师 好的同参道友 所以他的见解上 不是正知正见 他叫做邪见 或者是相似佛法见 我再讲一遍 比如说 对不起啊 新加坡人 我常常想到 司马路观音庙 司马路观音庙的人 你说都是佛教徒嘛 不见得 注意听 念大悲咒 也不一定是佛教徒 当然 你是正信的佛教徒 念大悲咒 那功德力更大 可是念大悲咒 不一定是佛教徒 一贯道也念 报教也念 还有民间 帮你灵疗治疗的 有没有 来我帮你念大悲神咒 那么后来 都来呀 就这样帮你治病的 那不一定是佛教徒 还有呢 有些会觉得呢 要降魔啊 对不对 听说大悲神咒 这个是 咒中之王啊 那他就拼命念啊 念完大悲咒 还不够 还要念愣言神咒啊 所以注意听 光念咒 不一定你就是佛教徒 重点是 你的脑筋里啊 是不是有正知正见 那你念了 你是一个外道徒 像我的爸爸 就是义官当 他也念大悲神咒啊 而且他念的 比你还用功呢 可是呢 注意听 这只是重 未来无量节 得度的因 他哪时候呢 正是为正是佛弟子啊 那还要等到业力灿除了 真正听闻到正法 所以他才会变 正知正见的佛弟子 所以正知正见啊 是很重要的 否则就像楞严经讲 错把杀当成犯 经百千万亿节 你很认真是煮啊 你还是不会煮 煮开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现在肚子很饿 现在呢 到厨房里 对不对 然后按摸摸的 对不对 你米啊油啊 跟盐啊糖啊 都分不清 然后呢 厨房里面呢 你还刚刚啊 昨天呢 做了kindergarten 然后搬了一些呢 泥土进来 你就把沙子当成饭啊 然后呢 煮 电锅你按下去 你煮三个小时 十个小时啊 都不会开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根本不是饭啊 那是沙子啊 佛常常用这个比喻说 正知正见啊 胜过一切 所以南传佛教里面呢 八正道正见第一 那至于我们作为大乘的佛弟子 也要有正见 你没有正见的话 老实说你念大悲神咒 也不会说不好啦 只是节点缘而已 你没办法得到呢 大悲神咒里面真正讲的 一切殊胜的功德力 为什么呢 因为你满脑子都是 异见外道 外道的邪见 我也听过一些佛弟子 私底下呢 会养一些小鬼 不论在家住家 这是不好的 师父公开提醒你 有一天你会碰到苦难的 对不起 啊 对不起